重新男大生躺在病床上 把管後身體復原狀況 一天比一天進步 台中市長盧秀燕也二度探視 宋同學 前面哪裡痛 文室 文室 良人對答流暢 男大生開口問市長的第一句話 就是毆打他的壞人都抓到了嗎 他之後有味道 因為你都還用起來了 他比較擔心 你都不得好好把你的身體照顧好 盧秀燕緊握著男大生的手 不斷向他道歉 宋同學被毆打成重傷 還好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目前脫離危險期 甚至還能回答開根號數學題 他的成績 並不是那麼理想 因為他之前對課業 他並不感到興趣 連媽媽都很驚訝 沒想到兒子之前讀大學 還沒有找到興趣 成績也不是最優秀的 這次我並在床 竟然還能回答困難的數學題 數學可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昨天回答開根號又嚇一跳 有嚇一跳 對 我自己可能還要再想一下 學商的嘛 所以這些數學各方面都很OK的 100開根號 當然很快 就可以回答 送信男大生四肢皮肉傷 生活上沒有受到影響 如果之後能夠下船活動 預計下週就能轉到普通病房 媽媽可以暫時放下心中大師 三星王子余 宣珍台中採訪報導